慧若琪婚礼上演《世纪之吻》,杨真伯往事被扒,人品显露无遗。 4月30日,前中国女排队长慧若琪在北京昌平完成了婚礼,在慧若琪的婚礼上,郎平总教练显然是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,对于慧若琪来说,郎平总教练如同她的母亲一般给了她关爱,更重要的是对她的知遇之恩,没有郎平教练,可能就没有这么出色的慧若琪。 在郎平教练已就众多朋友好友、演员明清的注视下,慧若琪和老公杨真伯在现场上演了《世纪之吻》,这个感人的画面持续了近50秒。 这短短不到一分钟的时间,对于慧若琪和杨真伯来说是漫长的,因为在恋爱这么多年的时光里,所有的美好几乎都在这几十秒时间划过。 慧若琪是个东北女孩,表面上看起来大大咧咧,实际,尚在更为年长的杨真伯面前,她也尽显小女人姿态,可能也正是杨真伯全方位的照顾和呵护,感动了世界冠军,才成就了这样一段佳话。 在婚礼得到大量关注的同时,男主人杨真伯的往事也是被曝光了,杨真伯是北大毕业的才子,如今是一名药剂学专家,在北京享有名气, 为了更好的照顾曾经两次做过心脏手术的慧若琪,杨真伯自学了厚厚一本心脏医学全书,这样体贴的老杨怎么能不让慧若琪感动,这就是超越金钱的爱情吧。 在恋爱的过程中,杨真伯也是用尽心思去照顾慧若琪,亲自下厨学做菜,并且不远千里,坐飞机送到慧若琪所在的城市。 这样的优质老杨,怎么可能不征服我们的女神慧若琪呢? 事实上,杨真伯不仅是富二代,自身也是学富武车,但在与慧若琪交往的过程中,杨真伯更显得低调,更显得包容,用心为心爱的女孩学医术,学做饭,这样的好男人。 真的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了。 小事看人品,在慧若琪和网友曝光的这些生活细节中,杨真伯好男人的形象陷入无遗,最后也是祝福慧若琪能有个美好的婚姻生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画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lena杨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见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